真的没想到卤肉饭这样做能这么好吃 拌上米饭,我家孩子能吃三大碗 锅中不要放油,下午花肉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放上葱姜,料酒,洋葱,香菇,几个小鸡蛋 和一包调好的卤肉汁,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再加入一碗清水,没过食材 扣盖把肉煮到软烂为止 越是软烂越不腻,越是软烂越入味 越是软烂越好吃 再倒入煮好的米饭里,放点包菜丝,搅拌均匀 这样做的卤肉饭,我叫四个女儿抢着吃 夏天没有胃口,试试这道番茄猪肚汤,酸爽开胃 下姜片和白胡椒碎爆香,倒入超过水的猪肚 继续翻炒出胡椒香味 想要烫浓白一定要加入开水 扣盖中火爆一个小时,倒入酸菜 西红柿再煲十分钟,最后来点盐和牛肉粉调味即可 酸酸甜甜的夏天喝了特别开胃 以后想吃卤味不要再去外面买了 家里有个淀粉包就能搞定 想吃什么卤什么 先把水和冰糖一起炒,炒两分钟 炒至早红冒泡泡 倒入开水熬三分钟,糖色就做好了 锅里放上葱姜 吃个鸡腿,鸡翅鸡爪鸡蒸,肥肠和鸢蛋 几个干辣椒,两勺糖色汁 半勺老抽,一勺黄豆酱,少许盐 一袋五香卤料包,半瓶啤酒去一蒸香 加清水没过食材 然后放入电饭包内,按煮饭键5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卤味满污子都是香味 你要不要试一下 以后啊,你要是买了带鱼 你就跟着我这样做 做出来原汁原味,鲜鹅不腥 先将带鱼两面改上花刀 剪掉被刺 放上姜丝去腥 水开上锅,大火蒸五分钟 蒸好后倒掉蒸鱼的汤汁 淋上一圈酒店后厨都在用的清蒸白桌汁 再用热油激发出葱花的香味 淋在带鱼身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孩子不爱吃你做的菜 那就试试着老虾仁会豆腐,营养又好吃 准备一块比我嫩一点的豆腐,改刀切成小块 水开下豆腐,烫个一分钟去除豆腥味 然后下虾仁和青豆烫熟捞出 锅流底油,放两勺海鸦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冒泡泡 加入一碗清水,放盐,鸡精调味 倒入烫好的豆腐和虾仁,煮上两三分钟 最后淋一圈水淀粉勾芡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你要不要试一下 这是绿豆马蹄爽最简单的做法 时莽中教会你 高压锅中倒入绿豆,马蹄,西米一定要加入开水 扣盖上汽煮10分钟,再关火焖2分钟 放入一块红糖搅匀融化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一到夏天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吃酸汤鱼 其实自己在家坐囊一点也不难的 买鱼的时候让老板切成鱼片 放点葱姜水,盐,胡椒粉,蛋清,生粉 抓匀腌制10分钟,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用一包就行了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入你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轻轻滑动 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你要是学会这个炸鸡腿 孩子再也不会炒得去啃得饶了 先把正直的鸡腿中间切开 再用刀背敲打,方便入味 放姜蒜末,葱花,料酒,盐,生抽,蚝油 抓匀后腌制半个小时 准备炸鸡裹粉,这才是酥脆的关键 腌好的鸡腿先裹一层粉 然后过一下水,再裹一层粉 抖一抖就能抖出这样的鳞片了 六层油温下锅炸 要用中小火慢炸 炸10分钟左右 两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 外酥里嫩,学会了赶紧做起来吧 你知道为什么酒店里的蚝油生菜 放几个小时还是绿油油的吗 首先把水烧开 放一勺盐和油 这是蔬菜翠绿不变色的关键 烫30秒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蒜末炒香 放一大勺蚝油和半勺生抽 炒出酱香味 加入一碗清水 放鸡精,水淀粉勾芡 炒至浓作后,淋在烫好的蔬菜上 这样做的蚝油生菜 放几个小时都还是绿油油的 你们看,我叫做腐还叫面 今天才先做菜了 再拌摸摸 要听到来搞不 安逸得很 想吃叉烧不要再去外面买了 家里只要有一口锅 就能做出美味的叉烧 做叉烧所选这种肥瘦香煎的梅花肉 放点姜蒜,一勺生抽,一勺蜂蜜,一包叉烧酱 它还可以用来做叉烧鸡翅,叉烧排骨 抓紧腌制两小时 然后下锅煎 小火慢煎制两面微焦后 倒入腌肉的料汁和一碗清水 扣盖小火慢慢焖煮 中途多翻面几次 最后大火收浓汤汁 就可以得到一锅美味的叉烧了 放凉后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你要不要试一下 很多人喜欢吃酸汤肉片 但是你知道用什么肉做出来 才会又嫩又滑又好吃吗 首先选用这种肥瘦香煎的梅花肉 让老板切成大大的薄片 放盐,胡椒粉,葱姜水,生抽,蛋清,生粉 这也是肉制滑嫩的关键 然后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锅中油热 放入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呢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用一包就行了 煮开后放入腌好的肉片 轻轻滑动 小火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啦 你看又滑又嫩 你也赶紧试试吧 酸菜鱼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一点也不难 买鱼的时候让老板切成鱼片 放点盐,胡椒粉,葱姜水,蛋清,生粉 这是肉制滑嫩的关键 然后下鱼头鱼骨 两面煎香后 放姜蒜辣椒和酸菜 煸炒两三分钟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用一包就行了 煮五分钟后 把鱼骨和酸菜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 轻轻滑动 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出锅啦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很多人做的藕盒冷了就不酥脆了 那是因为少做了关键的一步 肉末中加入葱花和屏幕上这碗料汁 搅拌上进备用 莲藕切薄薄的厚片 肉末加进两片莲藕中间 碗中放入面粉 玉米淀粉 一勺油 酥脆的关键就是啤酒调面糊 搅拌成细酸奶状 藕夹裹上面糊 五层油温下锅炸 定型轻轻翻动 炸至金黄捞出 油温升高 复炸一次更酥脆 这样做出来的藕盒或者茄盒 冷了也是酥脆不软的 豆腐的做法中 麻婆豆腐不一定是最好吃的 但肯定是特别下饭的 水开放勺盐 下猪血和豆腐 焯烫两分钟去除腥味 然后五花肉末边炒出油脂 放姜蒜末和一包麻婆豆腐酱 炒出红油后 加入适量清水 煮开后倒入猪血和豆腐 再煮三分钟 然后勾点薄芡 让猪血豆腐均匀的裹上汤汁 最后放点韭菜就可以出锅啦 做这道菜 记得要多煮点饭哟 小锅员 如果调整晕细的话 我想成点如此 肠子都生熟了 小锅员 如果调整晕细的话 我想成点如此 肠子都生熟了 小锅员 来了来了 老虾们 你们要的青花椒 已经开始拆盛了哈 这些青花椒 全是我们自己家种子的 这种青花椒 又香又麻辣 来煮一炒菜 炸青花椒油 都好吃得很的 想吃老虾 搞一点点来试一下嘛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 安逸不 今天的心 只做了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吃饭 说明 我先不要炸青花椒 我们不知 你们看 我们不知 我们不知